原声音乐 当时其实想的是时间来不及跑全程了 然后就找了一个收费站下 然后我一看到扎到的时候还剩一分钟 一往前面追 刚好就卡在了这儿 有多二十秒的一个时间差 省了大概一百块钱 当时是挺开心的 毕竟第一次玩这种极限操作 大家平常开车的话 最好不要为了 这点小便宜 与冒险开快车之类的